小白 这么早 你在这儿干吗呀 既然要蹭饭 当然是从早饭开始了 给你拿点果汁 营养又健康 蹭饭这事还真不客气啊 走吧 徐医生 刚下夜班啊 没有 你等一下 怎么都是草啊 我刚刚在那边 草地上晒太阳来着 你这个样子 像在草地上睡了一宿 要不要一起吃早餐啊 不用了 我饿了 你现在回去谁跟你做饭呀 反正我们俩吃也是 一起吧 来 谢谢 打扰了 没事 师傅 你 走吧 早餐来了 早餐来了 快吃吧 没了啊 还需要啥 你一大早上就吃这个呀 这不是很好吗 我每天都吃这个 你太需要一个人来照顾你了 行了 我去给你们做早餐吧 我比较喜欢吃自己做的早餐 我比较喜欢吃自己做的早餐 不是 不是 这怎么了 挺好的呀 做了这么多啊 这能吃完吗 不过倒是挺丰盛的 等等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环节 低脂卡路里 还有高颜值 师傅 尝尝 看着不错 你的也不错 但是三明治热量太高 咖啡会阻碍身体对铁的吸收 所以这些都不适合当早餐吃 但是一大早上吃这么油腻的煎饼 你的热量也不小吧 小米粥充足的碳水化合物 鸡蛋 优质蛋白质 蔬菜饼补充充足的维生素 这些才是饼养的早餐 食材有限者能这样的 不愧是医生啊 学习了 不过我的也不差啊 综合果仁可是点睛之笔 营养又健康 师傅 快尝尝 这是我吃的猫一块吃饱了 这样 你们啊还是自搞吃自搞啊 实在不行你们换着吃也行 赶紧吃 吃完呢各回各家各找各忙 师傅 你都看我做这么好的份上 要不要长期收留我呀 以后我每天都给你做早餐 下午茶 宵夜 二十四小时给你服务 你赶紧吃 你赶紧吃 吃完回去你没事啊 还有你 不上班啊 快吃吧 师傅 我手突然好疼啊 我开不了车了 也没有闲钱交代价 师傅 师傅 你带我去医院吧 我现在就可以给你复诊 不用 不用劳烦你性违法倒了 我这是皮外伤 所以啊 这么高的待遇 你还不让我帮你看 疼 您俩慢慢看病啊 我吃饱了 师傅 师傅 疼 不用